天外来黑 超古文明 宇宙石磐落 我试图被 一一探索 天界自华 回到天界之华 博士大家好 博士今天就讲讲《极乐淨土》 神秘传说的极乐淨土 香芭拉 香芭拉 应该有香芭拉这个名字 其实是繁语 解释就是极乐世界 我们有译法叫香芭里拉 我们香港也有 这是酒店 大家五星級可以去旅客 其实这个就是 佛陀在菩提树下 传佛有位大徒弟 就问他 咦 究竟有没有极乐淨土 如果有的话 我怎样可以去到 我为什么要这样问 他之前不是说这个有的吗 因为大家知道 那时候佛陀还未成佛 在一个菩提树下 在打坐 在修行 他们也宣扬佛经 他的大徒弟 很多事情还未开窍 很多问题是个问题来的 很多人生病死了 死了之后去哪里 我们怎样可以 如果真的做了 阴质的事情都会落地獄 大家知道 如果我做了善事多 是否真的可以去西天 去一个极乐淨土 即我要存够credit才可以 是的 我信用卡已经够分了 我会领什么奖品呢 好了 佛陀给我解释 如果你去一个极乐淨土 叫香巴拉 这个地方就是 摆脱了新老病死轮回的痛苦 这个香巴拉是一个 时轮金刚的佛咒 这个佛咒和做善行就可以去到 原来这个 时轮金刚 就等于我们现在说的 就是去一个 穿越时空 噢 时轮金刚 金刚的理论就是这个 就是穿越时空 去到一个极乐淨土 这个极乐淨土 当然 藏传佛教也有 我们汉传佛教也有说 我们汉传佛教就叫做淨土宗 淨土宗 我们藏传佛教就叫做香巴拉 好了 究竟这个香巴拉 据这个原来是有一段估论的 什么估论呢 他说佛陀 原来这里的地方 这个淨土 是有很高的科技 很高的智慧 这些东西已经脱离了 新老病死的痛苦 原来这里就说 地球 慢慢就会被一个科技 很高很高的魔王 就统治了 为什么要科技很高的魔王呢 因为它是破坏了佛学的理论 佛学的 就是中善一 得善果 这些 这些理论 慢慢 佛教的 理论 或者 这样的东西 慢慢 显微了 全部都信赖了科技 科技 代表了一切 科技可以 所以令到人真的可以 你没了手就弄回电子手 没了眼就弄回电子眼 慢慢 这个魔王 利用科技 就征服了全世界了 这么有趣 也都打通了刚才说的 时轮金光的隧道 去真的征服了香巴拉 OK 不是征服了 是企图征服香巴拉 好了 香巴拉这个地方 即是他用科技开了时空门 想着就征服西方西方 想着我去去香巴拉 我征服了他 等于我可以享用这个 继络正土的 就是魔祭神 就是benefit 我什么都有 我又可以脱离了新到病死 我又可以得到永生 其实 这个之前的希特拉 都是信这个人 所以他在1938年 就派了军队去西藏 希望找到地球族心 打开香巴拉的地方 是 好了 刚才说到魔王 这个 大家都企图想征服香巴拉 但是香巴拉这个有国王 香巴拉有国王 这个正土原来就有两位的 菩萨在座震 第一个就是观世人菩萨 OK 第二个就是金刚萨多 是 这两个 和香巴拉国王 一起 就 打低了这个魔王 而进入黄金时代 OK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呢 这是一个预言来的 噢 五千零一十四年 等于佛徒去世之后的五千零一十四年 等于现在的就是二四二四年 二四二四年 对了 二四二四年 对了 二四二四年 OK 有一位叫尼古拉 诺里奇 这位 这位 探险家 他是旧沙娥的贵族 是苏联的人士 其实他很迷信这件事 本身他是神学家 他的老婆 就是一个神通 是 懂得 水晶球 神学家加神通 你告诉我明天我吃什么饭 那些东西 他和大仔一起 就组织了一队探险队 搜集了之前的 很多活佛 很多西藏的佛典 企图真的去找这个香巴拉的地方 这么似这个鬼吹灯 看看找那个地方在哪 没错 这个是苏联版的鬼吹灯 在1925年 5月6日 他们就开始 启动这个项目 大家知道 第一 1925年 不是像现在 先进仪器的 起码 有马 有鹿 有食粮 有水 有这些资源的东西 当时 在1922年 12月30日 苏联成立 苏联是幕后的金主 苏联希望 找出 这个秘密 但是这位刚才说的 舊生俄的贵族 原来是美国籍的 所以美国也有贊助给他们的 刚才说的这个探险 其实是一个很漫长的探险旅 未必有成果 是1925年 到1928年 这几年 运运作祸 在蒙古 在中国地带 也有 刚才说的 乌克兰 西藏 这地方 在周围找的 刚才说的 1925年5月 出发 一直运运运 在喜马拉雅山的地方 就去过很多地方 有刚才说的蒙古 西藏 去到中国边境 突然被中国边防 扣扭住 但我想问那时候 中国的角色是什么 中国的角色 其实他都是 那时候 那时候中国 大家知道 1949年解放 中国还没有特别的角色 但刚才我提到 他在1926年 1927年 去到中国边境 就被中国扣留住 扣留了五个月 但他告诉人 就扣留了七个月 换句话来说 有两个月 就神秘消失了 有人问他 他也不承认的 但后来他自己 鬼炮还没有枕 就爆了出来 这两个月 他就去了 这个 神秘的 香巴拉 这个地方 找到入口 又说扣留七个月 其实就是扣留五个月 就是两个月他自由活动了 消失了 之后就先扣留七个月 但实情就是扣留了五个月 有两个月他就失踪了 就是他自己活动的 他之前就不告诉人 但他之后又不知为何 鬼炮还没有枕 就说了 原来我去到一个 亚尔泰山的脚步 就是山腰那里 这儿就发现了 原来有一个 香巴拉的入口 他怎么知道是香巴拉的入口 原来他刚刚碰到一位高真 大家就说他很想找到这个地方 高真就说 你跟我来 我带你这儿 这儿就是了 原来去到一个神殿 荒废了的神殿 然后就划开石头 真的走了 原来神殿中 还有一个神殿 这个神殿 后来就发现了一个蛇身的神 蛇身是一个神 蛇身 人头蛇身 还是什么蛇身 蛇身的一个神 但是是整条蛇来的 对啊 整条蛇来的 原来这个叫做 甘果尼 这个就是守护了 香巴拉的入口的这位神 这个神的后面 原来就有一个同心园 是 同心园 原来这个同心园 跟我们之前说的阿达能帝斯 是 原来那个同心园 是大家都差不多那款的 是 里面 就是他说自己的版图 等于我们有八卦 有八饭 八饭 中间就是他自己的领土 这个八饭就是他的部落 他的部落 就有个Head 在管理着 原来他进去 得到什么呢 原来他就得到 有个启示出来 原来他说 新世纪第二个四分一的年代 就会有这个 刚才所说的预言 就会出现了 即是什么时候 是2045年 至到2049年 OK 即是早了四百多年 那么究竟 不是啊 他四分三就对了 他新世纪四分三 新世纪是四百年之后 四分三就是早了四分之一 是早了四分之一 即是早了四百多年 2045年就说 这个刚才说的 就是魔王的单身 接着魔王来用科技 就征服全世界 我亦都企图 想像刚才所说的 就可能穿越时空 去到香巴拉 香巴拉就将他这么高的科技 就击败了魔王 接着去到太平盛世的黄金年代 是 刚才所说的 这个故事 原来很多藏传的佛典 都有这样的记载 就是刚才所说的一个预言 就是佛祖的启示 就是说 何时会有这样的黄金年代出现 就会有这样的出现 刚刚也和我们的KFK的说法 就是我们的未来人 是没错 转向做一个向内心的进化 内心和世界和平 打完第三次世界大战 第三次世界大战 北约而同 都是在说二四多年 是 二千四百多年之后 到时的房地产 已经不是房地产了 没错 那时候的房子 已经不是我们现在这么贵的房子 没错 但是水果和水是最珍贵的 没错 屋是拼出来的 对 3D立底 是拼出来的 好了 这个刚才说的神秘的香巴拉 这个地方 原来就是说 等于我们的 如果西方说的就是一个极乐正土 去到长生不老 达到永生的阶段 人与人之间都没有一个纷争 都不用肚饿了 因为食物已经不是 食物已经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因为他经常说 食物是什么 食物是肉体的 灵性上是不需要食物的 没错 也穿越了一个心灵的问题 已经不是肉体 我要觉得疲倦 觉得肚饿 觉得眼睡 这些东西 去到那个东西已经是充没力量 可能是充几天电就搞定了 没错 充电就搞定了 每天的什么呢 就是充电就搞定了 所以 但是这个刚才说的 这个香巴拉入口 其实在坊间都有几个说法 刚才说的就是 我们在这个亚以泰山的山腰 其原的说法就是在江仁波齐峰 在雪山下面 也都找到那个入口 还有起码拉亚山的山腰 也是有入口 还有蒙古峡谷里面也有入口 所以我觉得这个感觉像什么地底世界 绝对地底世界 因为我们西藏也好 什么都好 也有个地底世界 也有外星人转身来地球 都说西藏是一个接待处 没错是接待处 真人是会接待的 那里有个说人叫Atae Atae等于两个门神 是把风的 会保护入口的 还有传说说 在2010年 刚才说的时轮金刚的咒 已经启动了 即是那个门开了 即是说地球迈向新纪元 那个超越时空的轮咒 已经启动了 是 那启动了什么呢 原来就是说 这几年人会经历一些灾难 灾害 令到我们越来越依赖科技 越来越依赖电子仪器 我们人也有我们的天生 其实我们之前的节目都说过 我们其实有天眼 我们有灵性 其实我们有感应 而我们也不相信 我们越来越依赖我们的手机 电脑 手标 这些智能工具 所以将来我们进一步 我们将来已经不用手机了 没有的 很快手机被淘汰 我们只是直接进晶片 那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在晶片里拿的 GuruGlass也不用了 那些东西都已经进了眼睛了 不用zoom的 不用zoom 你要什么知识 你要谈琴 马上就会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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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将来可能是一个全新的科技世界 而且这也不是一个远的事 因为现在科技都很快 腾飞得很快 是 腾飞得很快 如果真是 我节目都说过 现在这个处理器到两纳米三纳米 其实再突破就是一个量子技术 没错 量子技术已经是一个云的世界 云世界已经是不用什么了 你只是拖开个cloud 所有资料都有 因为之前我们的习水也有说 电话就变成这个什么 就变成纯粹是所有cloud 拖下来 拖下来而已 资料要什么 莫扎特 莫扎特 要什么 要什么 要B徒上 要什么 要什么 就有了 所以 已经不是说 知识已经是一个很普遍的东西 没错 所以这个 大家也会有目共睹的这天 希望我们这个极乐正土 香巴拉真的可以有机会去一趟 大家可以到此一游 到此一游 今天的时间就差不多了 多谢博士来分享 我们下集再聊 拜拜 好 回来第二节 天啟神素博士好 大家好 博士今天就跌少少了算 也不少了 也跌了五百多点 我只是说少少而已 因为那些波动很大 很快上很快落 五百多点现在很碎碎 我也觉得很碎碎 五百零八点跌了 我说这个汇丰就跌破三十元了 是吗 是呀 跌破三十元 这个汇丰有上过来吗 有上回来吗 也有上过下的 但是汇丰已经不复当年勇了 已经不是以前的汇丰了 何止是不复当年勇 骗人了 派息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入品 他还没解决到这个问题 绝对是 那我买你的股票 就想着你有息派的 你现在没有说不派就不派 最惨的就是他之前已经答应了派息 也说了派多少息 突然抽新 射个三分波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的股东分红都会很手紧地分红 但是你们股民就没得再排斥了 但是股东依然是会分红的 没错没错 不是做股东来做什么 没错 所以才兴奋这件事 没错没错 这个是个妄想法 我们一向的股民是被股游民的 没错没错 不提我们的习大大南巡 我们来南下吃潮州鱼蛋 没错 大家看电视都看见 哇 这档真棒 怎能说这档真棒 这档有作为 其实像什么呢 像彭定康去吃蛋撻 没错没错 你的感觉都挺像的 吃蛋撻喝凉茶 没错 这一集大人是很亲民的 他们也很关心老百姓的 有什么问题 他也算不错 尽他能力 因为一个领导 在白亡之中 能够来南巡 也算是这样 而且他也肯定了几件事 第一是肯定了深圳的发展 大家知道深圳 除了有一个古城 大家不知道以前有没有去过深圳 以前是一个古城 现在又逐渐逐变 变成一个很先进的城市 没错 已经超越香港了 没办法的 大家的 infrastructure都不同 因为深圳真的有工业 真的有创新科技 而且国家也大力扶持经济 或者金融市场 而且地方大 一部分地方可以做经济 一部分可以做商业区 你明白吗 没错 这些可以分得很散 但问题是香港没有 香港没有 香港没有 香港来到中心的地方 都是来到中环 中环已经大家看见赤架 但是每个东西都想 高存不算高 那些 多难 都要再分一杯筋 而且在漂亮的地方 都被发展商霸住了 没错 讲其他就是工业 以前都说我们有前铺后居 香港就做了一个R&D的部门 里面做过生产 但是现在逐渐逐渐这些东西 都没有什么 都变成了没有铺没有铺 对啊 因为没有铺没有铺 因为做R&D 怎样救大陆 很多东西的发展 各种东西 人家是以亿为单位的 我们是以亿力多为飲品的 所以大家的 scale和size都不同 所以比它追上 我觉得也是 无可厚非的 但是 香港也不是说没有机会的 但是我想 要排除很多曼颜 这个不是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说到的 说回习大人 其实他今次来南巡 也都肯定了深圳的地位 以及各样的地产行业 各样的东西都派个定心 远中国 我们会持续经济的路向去发展 我想他一定有肯定性 还有 传闻就说他会和林郑会见面 是啊 林郑立刻录下来 也都说 会有一些扶持政策 对香港 希望不久之将来 有些good news给我们 令到我们 但也很难说 香港 其实 首先 扶持林郑 这个 我想 一定要的 好大机会有感染 哈哈 好像中学团 听听说了 中学团 中学团有人感染了 希望解决 香港也是地价问题 太贵了 怎么能够将 把發展的土地增強或增多 也是一個根本的問題 像什麼呢? 像成亞地產入賣亞地產 沒錯 其他什麼自由 我覺得這些都是其次 如果經濟層面來看 即是說發展 你的地價太高 根本就阻礙了經濟發展的項目 很多事情現在已經發展到盡頭 不能再說一個突破 如果真的要break through 就要我們智慧的人員去想想這些計劃 說起美國 美國現在陷入一片僵局 大家看到最新的刺激方案 兩會就陷入一個僵局 一個就說要搞 特朗普說你一定要大力去振興經濟 要撥款各樣各樣 但是他們兩會就有很大的阻力 就說 你錢不斷扔出去 你想幫你做勢 幫你自己做勢 幫你選舉總統 但是你扔了錢出去 他怎麼能夠有正面的 positive impact 他那個 impact 就是說錢我扔了 大家你看 沒有的就完 沒錯 就是這樣 我扔了很多錢出來 我幫了這個經濟 所以說要負責 所以說要負責 我們經常說 你有回復 要把很多東西放進去 希望真的用在問題之上 現在看到 你一天未解決疫情 你的經濟也未能夠開放 其實我不明白 為何到現在他都不想解決疫情 其實我都蠻一個問號的 他現在都不能搞 第一 他缺義氣 大家知道 你要義氣的 你一定要很多東西 好像中國那樣 第一 你要有呼吸器 Kiri Khan Mask 第二 你一定要忍痛 好像我們武漢那樣 封城 封一個月 封多久 真的把大規模的檢疫 抽一些隱形的病患者出來 中國政府做了 其實只有那幾招 他的儀器 首先 他不肯跟中國去拿 你叫中國 你先弄一些便宜貨 他又不肯 所以現在他不是針對疫情 他只是針對他的選舉 他不是針對其他東西 他永遠都希望 帶好經濟 重開 希望他有成績表 他都不關心人民的問題 所以很多人就說他冷血 就是問題 不是為自己 為自己 不是為人民 全部為自己 所以整體來說 就算他有什麼刺激方案 都是沒有用的 你根本不是指標 因為你一定要解決疫情 才可以重開經濟 有米才有飯 你沒有米的 你怎麼搞 你沒得搞 沒有米粥 沒得搞 所以現在越來越瘋 好像說 特朗普現在鼓吹 以暴力做一個口號 聽說 剛剛FBI 拘捕了13名要犯 他們聯絡計劃 綁架密歇根州州長 是啊 我覺得 搞到這樣 真的越來越 沒有這個 無政府狀態 但我想說 密歇根州州長 是不是就是 黑人那個什麼 不是 他是一位女州長 這位州長 是跟特朗普唱反調的 所以特朗普是鼓吹那些群眾去搞事 不是吧 以暴力來宣揚 他支持 Skrubeck 比較左翼的人員 他們以暴力 和美國第一名 就是白人優先的精神組織 那他就是自己搞內戰 他根本正在鼓吹這些事情 所以 因為他這樣鼓吹 所以 他們就計劃 綁架這個州長 簡單來說 是特朗普鼓吹左翼的 就是去綁架這個州長 他在演說裏面叫作為人員 叫做Stand By 準備自己 有一場的Battle 你擺明是 你總統都說這些 你不可以 叫做有史去奔亂 所以我覺得特朗普 真的為了自己的連任 真的不擇手段 搞到現在 雖然我們 很奇怪 我們電視沒有大肆的報道 在一個很少版塊的報紙裏面 就看到一篇這樣的報道 但是 又沒有 不要緊 他說香港什麼什麼 你看看白俄羅斯 哇 人家拿了槍 然後Ready to suit 你又不說 是啊 白俄羅斯還做什麼 他現在是 法國總統 直接去到那個 他現在有個 反對派 逃離了 白俄羅斯 他直接接見他 有什麼可以幫到手 幫助我 買多少我送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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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多一支 波爾多紅酒給你 撞撞膽 沒錯 買一雙槍送一雙紅酒 沒錯 還有 你要什麼什麼顏色 我還給你 沒錯 所以我覺得西方的國家 真的有點 不知道怎麼說 我們叫什麼 我們叫做 Bundle式的營燒 真的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別人國家這樣 你在鼓吹 不知道什麼 什麼運動 搞到別人七角那麼亂 都不錯 但無論如何 我們是講經濟的 經濟呢 美國就一蹶不振 我們覺得 英國都什麼 英國都開始要封城 某些地方 又爆了第四劑 要封城 希望香港就不要 好像他們 那樣 又是第四劑 真是很麻煩 我想現在越來越 現在抽糧 大家也小心一點 因為流感 各樣東西都開始 可能有個大的問題出現 希望不要 預期中那麼大 不過現在在這個狀態 低迷狀態 那博士 你還有沒有一些 深水股票 可以讓大家去參考一下 有 今天帶了兩隻股票上來 第一隻就是 五零汽車 三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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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收報 零點四七 已經升了四十個巴仙 這隻股票也是一個 抽金的格局 當時只有零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五至十個巴仙 一個月內的時間 還有 汽車股 即是 汽車啊 不是汽車股 是你估計不到地 是多一頓買的 是呀 旺漢是因為 第一個系列 第二就是 汽車業 永遠都是有個需求 在這裏 還有因為 香港人 因為不可以出外 多數人就不如買車 代步 自己車自己的家人 這樣算 沒錯 還有內地 現在就是 好像甘比所說 這個 自駕遊 也挺風行 因為好像說 沒有出國 沒有參團 沒有參團 沒有什麼 不如去哪裏 駕車去野餐 一天遊 或者兩天遊 所以 車的更新 就比較快了 第二隻 遠洋港口 Number 就是8502 8502 今天就是 收報0.265 升了9.9% 這隻也是一個 專王的金局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八至頭 兩三個星期 5至10% OK 那就是那一句 小賭可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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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到賭 我們馬上有位朋友問我 他投資了一個這樣的生意 問我 好不好 什麼生意 他是跟人 夾粉開餐館 我以為是賭的生意 賭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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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不太贊成 報了357 0357 0357 0357 這幾個Number 讓我看到 多吵喬 不是一個股東 有兩三個 有兩三個股東 對 那都幾麻煩 因為看來 格局 告訴我 股東 大家都 你有你的想法 我有我的方案 大家好像 歸一不了 也沒有一個大的股東 我可能佔50 即是不可以一拳 一錘定音 對 不可以一錘定音 這幾麻煩 他覺得 投資了下去 已經開始 見真章 見問題 幾個股東 大家的分享 都差不多 可能多一點 買兩個 但也不是一個 Dominic 的姿勢 例如 可能我出 60% 其餘 10個 20個 這樣分 那當然是60個 那現在 就是有些 爭辯了 我看來 第一 錢不像是賺得太多 還有爭辯 比吃飯多 我覺得 如果可以全身退出來 就想一下 全身退出來 即是不玩了 即是不玩了 其實做拍檔 如果爭辯多 根本就很難合作 沒錯 你等人 免費邊授人 因為去到金錢 這件事就很麻煩 是啊 免費 將來連朋友都不能做 我說這件事 你自己想過了 我覺得看號碼 就覺得不太好 那麼 看看他就可以了 你說你退了 你是不是 可以馬上拿回那份 不一定的 是啊 這個就不是我考慮了 看看他自己的 可不可以 抽身退出 這件事就是他自己想的 我比較建議就是這樣 沒錯 希望他做得到 好嗎 今集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午再聊 拜拜 拜拜 如果各位對節目有任何意見的話 歡迎E-mail至 多謝各位支持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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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ebook